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全国高等学校商业类的技艺竞赛 我们这次教育部把全国高等学校商业类的技艺竞赛 在我们彰化高商来举办 全国有700多位的选手来参加 那这些选手都是各校竞选出来的精英 然后在今天经过三天的竞赛之后脱颖而出 那今天在这里举办这个颁奖典礼 我想这些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那我们很高兴这么多的这个好朋友到我们彰化来 那彰化一直也在这个教育的部分 有重大的投资 我们经常在讲这个投资教育就是投资未来 那所以我们很愿意看到 有很多的这个学校培育的很多精英 为将来我们的社会我们国家我们的产业来尽一份心力 那我们在未来会投入更多的资源在教育上 让这个更多的年轻的这个学子能够受贵 OK好 局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